這個85T的耳機我覺得 這個Elite 85T我覺得它的耳機音質 我覺得這個Elite 85T它的音質解析度沒有話說 AAC就是不會跟Sony的LDAC 這個85T 這個85T的音質部分 它因為使用的是AAC編碼 所以最高就是AAC編碼 所以我們的音質介於中上等級 然後它的音質 那這個85T它的音質部分 因為它使用的是AAC編碼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定的壓縮 這個85T它的音質部分我覺得算是 那這個Elite 85T它的音質部分我覺得算是還OK 因為它使用的是AAC編碼 它不是用那種什麼非壓縮的藍牙傳輸 這個85T它的音質 因為它是使用AAC的音訊編碼 最高就是AAC的 它沒有再更高了 所以它算是一個中上等級的音質表現 就沒有到最頂端 就是它是中上 那它的音質解析度 還有它的最大音量 我覺得這都不是什麼問題 這個85T我覺得它的音質表現 那這個Elite 85T它的音質表現 我覺得算是還OK 因為它使用的是 這個Elite 85T 這個85T的音質表現 我覺得算是還可以 就是因為它使用最高的編碼 就是AAC的編碼 所以它算是中上等級的音質 所以它算是中上等級的聲音傳輸資料 就是表現 就是表現 這個85T它的音質表現 我覺得算是還OK 因為它使用的是AAC編碼 所以它不是算是超級高等級的編碼 所以它算是中上等級的聲音傳輸資料 所以它算是中上等級的聲音傳輸資料 它的音質解析度 還有音量 我覺得都算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Elite 85T它的音質表現 因為它使用的是最高AAC的編碼 它沒有使用更高 那這個Elite 85T我覺得 這個Elite 85T它的音質表現 我覺得算是還可以 因為它使用的最高編碼就是AAC 而不是SBC更爛的編碼 它沒有再更高了 雖然它不是用SBC超爛的編碼 所以它 它也沒有使用到更高的等級編碼 所以它的音質表現我覺得算是中上 它的解析度還有最高音量 也都沒有什麼話說 那這個Elite 85T它的音質表現 是中間的編碼